MRT 出來 經過這個公園過來 然後我們今天要從這邊繞 然後這樣子跑步 經過水池 歡迎大家收看 喬陵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陵日誌 今天喬陵日誌要拍一個跨越系列 我們今天是從就是巴西利的MRT出發 然後會經過這邊有一個移池 然後到最近有一個很漂亮的白沙灘 那我們今天要去路跑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要經過一個公園 然後這個公園裡面有一個叫做巴西利的魚池 對 然後因為現在魚池釣魚是屬於就是大眾娛樂活動 所以現在魚池是封起來的 沒辦法做釣魚休閒的一個運動 然後會給大家看一下這邊有一個巴西利的一個park 然後這邊是一個 這邊剛好有一個side ball 然後還有就是map 我們跟大家解說一下 OK 我們現在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魚池這裡 對 然後我們剛剛是從MRT出來 經過這個公園過來 然後我們今天要從這邊繞 然後這樣子跑步 經過水池 然後這邊有一個河 然後過來這邊 然後跑過來 然後回到這 然後再回來這裡 所以這邊我們會繞回來 對 或者是會從這裡回來 然後這邊附近還 就是 呃 今天剛好是夕陽的時候 所以這樣子跑其實還蠻漂亮的 那我們今天大家拭目以待 然後這邊是一個魚池的部分 這是很久很久的照片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裡釣魚 然後這是收費的 並不是免費的 對 那鄉親的話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對 好 那我們let's go 好 我們現在在一個十字路口這邊 然後這邊我們要去一個窗衣park 對 然後今天跟朋友一起運動 然後我們現在要過馬路 先沿著這樣子的一條河流 可以到就是出海口 對 很漂亮喔 好 我們現在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橋上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風景 有沒有很漂亮 從這邊一直往前走啊 我的正前方就是出海口 那這邊現在是黃昏的時候 很漂亮喔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水很清澈 超清澈的 很清澈對不對 這邊好適合滑船喔 然後它的後面 我們現在跟我橋到對面了 然後我們剛剛是沿著 這邊 我的右前方 這樣子走過來 對 然後晚上有的時候 你會看到 這邊有白鹿獅 或者是小白鹿在這邊 就是抓魚啊什麼的 其實還有烏龜 對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 左轉上橋 然後 這邊 橋的左邊 上面不知道大家看 我看得到 上面有一隻白鹿獅 這個地方是正中央 有看到嗎 白鹿獅可以飛好高喔 飛超高了 超讚 它好像在吃葉子 OK 這邊其實很漂亮 然後 給大家看 這是橋的兩邊 這邊是橋的兩邊 然後這邊就是出海口了 這邊是可以游泳的 可是現在 遠方是 那個 扶平把它圍起來 然後 現在不能做任何的 游泳 或者是 滑船的一個動作 然後現在 因為快 太陽下山了 然後想拍 就是夕陽的樣子 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 繼續跑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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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景實在太漂亮了 有沒有 現在是 太陽要下山的時候 這邊平常是有白沙灘 而且它的沙灘 完全完全全白色的 然後 給大家看 因為這邊是可以游泳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景 我現在舉高高給大家看環景 這樣 然後沿路到這邊 這個方向啊 這個方向是 章魚機場 然後這邊是一個 港口 然後很多一些 田沙的一些 郵輪的機器 然後 這個正上方是 烏明島 烏明島 然後烏明島 你可以從 這個地方 坐船 這個地方 有一個坐船的碼頭 在這邊 然後坐坐坐 坐船到 烏明島 烏明島這邊 去 它上面是 有居民居住 然後 也有一些 就是 很多猴子 在裡面 對 然後再過去 這個出海口 直直走 天氣好的話 你可以看到馬來西亞 對 可以看到馬來西亞 然後 這邊現在很多一些 港口碼頭的一些東西 然後現在是夕陽 好漂亮 好像景點 在這裡 給大家拍 縮食 然後快要讓你 抽噴了 抽噴了 對 改天來這邊拍縮食給大家看好了 對 那我們今天目的是跑步 然後再繼續跑步給大家看 好我們現在跑步跑到這邊有一個第二座橋 然後我左邊一樣很漂亮 是往City 巴斯利的City的方向走 然後我的右邊是出海口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要繼續往前跑 OK We keep going 好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有那個 租 衝浪板的地方 這邊可以租衝浪板或者是滑船 可是像Virus期間都不能 不能玩 對 那我們現在 繼續往 沿著海邊跑 對 對 往這條路繼續跑 加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그것是杨茜茜 但是沙漫有點偏貝殼社的黃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環境 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下影已經是夜景 哦 然後就要現在順便來測試 我的iphone 11拍的夜景 你是可以聽得到海浪聲的喔 超漂亮 如果請你晚上來這邊坐在 這個岩石上 我覺得很棒 然後看著遠方的馬來西亞 好啦,我們繼續跑吧 好,我們現在出來了 我們要從這邊然後沿路走到巴西利MRT 走吧 有一個小小小的路 說,我們來看多久 我們來看多久 我們今天不見到 我們要先把路線和路線 我們要先把路線放在 上方的路線 我們要先把路線和路線 我們要走在路線上 走路線上 我們要先把路線和路線 仍在路線上 Zither Harp 我们现在跑步结束了 我们现在到Busherys的Hopper Center 对要到这边买晚餐 然后这边很多位置 然后画叉叉的地方 其实是不能坐的 我觉得还有给你洗手的地方 我觉得是给你洗手的地方 这边过去啊 这是我们早上的那个渔池的那个公园 新加坡的餐厅有分这个 A级B级C级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间餐厅是A级 所以A级是好 然后C级是不好 卫生等级是不好的 所以A级是比较好 如果你就是怕来新加坡 就有些人常会比较敏感的人 你最好找餐厅都是找A级的餐厅会比较好 好这一家的卫生等级就是B级 给大家看一下 对我不说是哪一家 大家自己来看 然后这边顺便先跟大家讲一下 新加坡现在的一个卫生的政策 因为下百二十期间啊 你不能在餐厅吃饭 然后也不能在公共场所吃饭 你只能外带 对只能外带打包 然后你可以自己带 呃干净的餐具 然后打包食物 然后在排队买吃的时候 每一个人要就是一公尺的距离 对然后这边呢 所以新加坡你如果便当盒 像这种塑胶的便当盒 他会再收就是容器的钱 对然后所以他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带餐盒 怎样啊有酒超好吃的 新加坡现在大家都来排队吃麦道劳就是了 超多人的 得来树好多人哦 然后这间店它是24小时的 在巴斯利运动中心这边 对 得来树好多人 然后因为白饿时期间呢 我们要吃干这个 录影可以吃干吗 好像不行欸 那我先停一下 当当当当当当 好 我们现在来吃麦道拉 麦道拉现在有新出的 Coconut Pie 椰子派 OK 那我们来 点餐 因为现在只能推到 然后用卡结账 然后 给大家看一看它们现在 Promotion是什么 Promotion有这么多 然后Coconut Pie Coconut Pie是1.6 我们上次那家多少钱 1.7 1.7 因为卖 新加坡的麦道拉 其实有三种价钱 观光区或者是名胜的地方 会比较贵 然后这边是土通运动中心的地方 会卖1.6 然后这个是 这是Spicy的鸡块 很辣喔 如果不吃辣的话 最好不要吃 然后 第三点 要点什么呢 这个是没有薯条的 诶有薯条 好的 那要吃什么呢 吃这个好了 当当当当当当 然后我本身喜欢 与我不要加酱 所以不要加酱 当当 然后 这边 点Apply change 然后呢 薯条的话 如果你要吃现价的 你可以点 这边就是不要远 然后 一样按这边Apply change 然后饮料 然后饮料 饮料要喝什么 先喝热的 先喝热的 喝热的 咖啡吗 晚上喝咖啡 还是不要 还是喝冷的 你晚上会去一早吧 对 晚上会不早 可乐 No sugar Memal Ice Tea 有这个好了 这个在台湾没有哦 Ice Mello Smo Smo好了 OK 好 再加 然后 再加一个Pi 再加一个Pi Cocona Pie Cocona Pie 然后点这边Apply 好 就这样子 登登 好 我的号码刚好是2600号 好 我们现在回来渔池了 我们今天主要是从MRT渔池这边出发 然后从渔池穿过来 然后直走 然后沿着河到处海口 然后往这边左边转 所以我们会经过两个桥 一个桥 两个桥 然后从这边跑过去 跑到底 然后我们再跑回来 一样 然后过两个 第一个桥之后我们往右 往右转 然后从这边 然后沿着路 到这条路之后 右转到底 到MRT 然后到我们刚刚的Fucoa 麦当劳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渔池这里做Ending 所以今天是以上 乔林日志我们穿越新加坡系列 OK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 按分享哦 我们乔林日志 下次见 拜拜 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渔池 现在是停摆 然后这是渔池晚上的夜景 大家看得到吗 手电筒借我 这样看得到吗 渔池 我现在看不太到 渔池晚上的夜景 我们现在回家了 然后买了麦当劳 登登 一只派手线长的颜色 要看得到吗 那就是它的颜色 咬一口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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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是有椰果的椰子派哦 哦 好吃哦 这一到十分我会打八分吧 这是 果肉哦 Coconut吃的派 但你吹一口 超好吃的超好吃的 不过它是偏甜 它不是偏咸 嗯 好吃好吃 皮好脆哦 用薯条沾这个也蛮好吃的 它麦能长这个颜色 就是美露的颜色 登登 然后新加坡现在哦 美露它也是不给你吸管 你买下饮料轮饮 它没有再给你吸管的哦 麦香鱼 七口 还是一样好吃 这麦大的SOP啊 不管你在 美国加拿大 澳洲 台湾 然后日本 还有 甚至马来西亚 我觉得SOP都一样 只是有时候它大小会不一样 日本跟加拿大的特别大 然后 也没有 加拿大跟美国的特别大 然后日本跟台湾好像偏小 澳洲跟新加坡是同样尺寸 好这一整个餐呢 我会给积分 嗯 吃不腻耶 要我一日三餐吃麦当劳 我也OK 那我下次拍一个 一日三餐都吃麦当劳的好了 嗯 那我们今天 新加坡麦当的分享到这里咯 今天主要是介绍的就是 椰子派的部分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按订阅 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 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请不吝点赞 ускats 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真的 订阅 这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很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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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